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吧 你真是的 又不小心了 微妮 没事 没事 一不小心一不小心 因为我手里包着我的小猪熊 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关系的 虽然画画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也一定要小心哦 包裹快递 我是乐迪 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啊 快递 什么快递啊 哦 是我的 是我的 我的包裹快递 哦 你好 乐迪 你们好 这是你们的包裹快递 哇 这么大的蛋 嗯 那这里面究竟能浮出来什么呢 哇塞 这是我威尼献补的最大的蛋了 你们看 你们看 简直比我高出来 高出来一头还要多呢 哇 这个好厉害哦 哎呀 我好想知道这里面能浮出什么呢 哦 乐迪 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浮出来呢 哦 根据乐迪的对算 应该很快了 咔咔 咔 哦 你们看 这个蛋洞了 啊 裂开了 哦 出来了 这是个什么 哦 根据威尼看 这应该是一个恐龙 啊 恐龙 乔治我最懂恐龙了 我要来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恐龙 据乔治我的经验呢 它叫做三角龙 哦 三角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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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啊 哦 我感觉我们的这只三角龙有点不太开心 哦 是的呢 威尼我也觉得它好像不太开心耶 哦 哦 我知道了 可能是因为它刚刚出生就离开了爸爸妈妈 所以感觉到很伤心吧 啊 那洛迪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帮它找到爸爸妈妈吗 嗯 这个 它的恐龙园很大的 呃 如果你有这个愿望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帮你实现的 那不如我们一起帮它找找爸爸妈妈吧 哦 好的 哇 我们要帮小恐龙找爸爸妈妈了 嗯 好开心 好开心 那我也要一起去 一起去 嗯 给恐龙找爸爸妈妈 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帮助它呢 我们去哪里找呢 嗯 据乐迪的总部反应说 它的家应该是在恐龙岛上 我们可以去哪里 哦 恐龙岛 哦 恐龙岛 哦 恐龙岛耶 万里我曾经去过那里 哎 恐龙岛 就是那个我们曾经被恐龙追过的地方 难道我们今天真的还要去吗 哦 被恐龙追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嗯 可是小恐龙真的好可怜 嗯 那怎么办呢 没事的 今天有乐迪在 你们不会有危险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哦 好 那就 那就一起出发吧 好 让我们一起走吧 哇 乐迪 你可真厉害 这么快就到了 嗯 是的呢 嗯 我记得上次做出夜的轮船 好像做了好几天呢 好久的 这次居然这么快 呵呵 那是 我乐迪可是全世界最快的飞机呢 哼 嗯 那接下来 我们快带着小恐龙去找它的爸爸妈妈吧 嗯 好 去 啊 这个是什么 啊 好可怕 好可怕 我要躲在后面 没关系的 这个是一楼 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你们跟着我就好 小恐龙 快跟上 哇 看 这里有好多好多的恐龙 在这里我们一定能找到小恐龙的爸爸妈妈呢 啊 啊 好可怕 没关系 这个是凉龙 它一点都不凶的 不用怕 嗯 上次被恐龙吹 哎 真的是好怕怕 我都吓到了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哎 前面又过来了一个龙 没关系 这个是鸡背龙 嗯 它也是很好的 不会伤害你的 嗯 好吧 那看来我应该再勇敢一点 不要怕它们 嗯 我们接着给小恐龙找妈妈 哎 你们看 小恐龙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哇 小恐龙找到妈妈了 嗯 你看 现在三鸟龙在向你们表示感谢呢 它现在要跟着妈妈一起走了 好吧 小恐龙 希望以后妈妈可以好好地照顾你哦 再见 嗯 原来这个恐龙园里的恐龙 还是挺友善的嘛 嗯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太误会它了 那我要在这里再走一走 再走一走 认识更多可爱的恐龙 你看 这只恐龙这么大 呃 你好 我叫威妮 哇 你是这么大的一头恐龙 哇 你是这么大的一头恐龙 欸 我的朋友们 人呢 呃 威妮 快跑 那是霸王龙它会吃掉你的 啊 啊 那小朋友们 在我们本期的节目中呢 乔治 佩奇 乐迪 还有我们的Winnie 一起把小恐龙送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那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我们这样非常温暖的故事吗 如果喜欢的话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故事物哦 那还有我们的玩具欢乐秀 以及我们的玩具对对碰 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了 那就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